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举办的国家展 累计访问量已经超过5800万次 针对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时日回应 中方敦促美方有关议员认清形势 与台独势力勾连是危险的游戏 同台独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旧台防务部门制作战时民众求生避难手册 引发台湾民众对武统猜测 国台办回应称 台独意味着和平的丧失和灾难的降临 希望台湾同胞不要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牺牲品 今天是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纪念日 日前 空军新型无人机 无真机投入实战法训练 上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文化和旅游部时日消息 将于近期建立旅游热点防疫预报机制 强化事前预防 近日 人社部发文提出 到2025年 累计培养培训高技能人才200万人以上 面向企业职工和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培训 2000万人次以上 民航局时日消息 北京首都机场将成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唯一官方入境口案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日前通报便利风 小米油品等 12款电商购物类APP存在隐私不可规行为 10日 北京市朝阳区接报 吉林省吉林市一人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该病例近期由北京旅居市 目前朝阳区已对病例活动轨迹所设区域实施临时管控 日前 江西高职扩招高素质农民专项报考开始 本次招录2400人 符合相关报考条件人员可享受免学费 输费 住宿费政策 近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指出 广东将逐步放宽广州深圳汽车上牌指标限制 释放消费需求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消息 北京19号线17 11号线西段 8号线圣余段等7条地铁线段年底开通 商务印书馆2021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日前揭晓结果 今年评选分为学术类图书和大众类图书 共20种图书进入榜单 中央气象台预计 10日20时至11日20时 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局地大雪 西南地区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内蒙古 河北 辽宁 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7级风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近日 英国政府宣布将从22日起 认可中国北京科兴公司和国药集团研发的两款疫苗 完全接种以上两款疫苗的人员入境英国将免除隔离 10日 岸田文雄在国会两院选举中得票军超半数 正式成为日本第101任首相 当地时间10日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 此前在阿富汗局势动荡期间 大约600名极端组织成员从监狱中逃出 目前塔利班已将他们重新逮捕 当地时间10日 菲律宾政府采购的新一批科兴疫苗运迪马尼拉国际机场 共计300万剂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其末者端其本 善其后者甚其先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有关部门正完善 落实反垄断法规 加强对国内部分行业监管 这既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也是世界各国惯常做法 我们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 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不断夯实中国经济 长远发展根基 并为亚太及全球工商界来华投资性业 提供更好保障 早啊